神话中最忙碌的神仙都有谁 我们都知道 天庭的神仙都各有神职 也是要点卯打卡的 不过像玉皇大帝和三清四玉这样地位崇高的神仙 虽然也有神职 但是具体的工作不需要他们去做 真正忙碌的神仙就是那些神职不高的基层神仙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 神话中最忙碌的三位神仙 1.土地神 土地神又称福德正神 有句俗语叫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别拿土地不当神仙 土地爷虽然是个酒品芝麻官 但却是护佑一方土地的正神 无论神话怎样发展改变 土地爷的地位高低 其工作内容却是千年不改 在这片土地上 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他 土地爷可以说是一个行走的百科全书 婚丧嫁娶 天灾人祸 鸡鸣狗盗之士等 都需要土地爷操心 堪称最勤劳的神仙 古时若想家宅平安 六处兴旺 五谷丰登 拜土地爷肯定没错 与很多供奉神仙的庙语不同 土地庙很小很简单 两块石头为壁 一块为顶 就是一个土地庙了 二 六丁六甲 六丁六甲是六丁神和六甲神的合称 共十二位神明 六丁六甲取自天丹地支 六丁是阴神 六甲是阳神 是道教神话中护法五神 据说六丁六甲为天地一始 能行风雷 治鬼神 但神职不高 甚至可以说是天庭专门跑腿的神仙 神仙有事 需要办差 喊一声 六丁六甲就要过去 如果只是处理天庭事物 或许他们还不至于如此忙碌 但奈何倒是做法时 也会召唤他们 除此之外 六丁六甲还客串了神魔小说西游记 在小说中可以说无处不在 下界捉拿孙悟空的时候 有他们 取经途中 暗中保护唐僧也有他们 三 四职公曹 四职公曹的神职有多小 想必不用介绍了 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他们 但四职公曹却十分重要 他们就是时间神格化之神 四职指的是职年 职月 职日 职时 而公曹 为政府文书官员 是辅佐郡守 县令的小力 相当于现代的秘书 四职公曹在天庭 也是做文职工作 一是记载人间功过 二是传递信息 比如 有道是给天庭写表文了 就需要四职公曹来传递 此外 他们也是守护神将 在小说西游记中就有体现 和六丁六甲一起暗中保护唐僧 他们四人中 最忙的就是职日公曹 因他每日职日 又叫当职公曹 在古典小说中 暴掌做法动不动就喊 职日公曹何在 当然除了这几位神明 还有很多神明出勤率也很高 如律令 只要道士施法 一定会喊 急急如律令 律令就要马上过来 可以说非常忙碌 读书人的保护神文昌帝君 一到大考时 文昌帝君总是异常忙碌